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鹅场发肖战最新对脸拍 直言顶不住肖战眼神纱,魅力无穷。 近日,鹅场发布了肖战的最新黑西装蓝衬衫对脸拍, 肖战的眼神纱和转戒指实在是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根本顶不住。 魅力无穷。 值得一提的是,当小飞侠看到后,并没有很在意是否能够顶住肖战的魅力, 而是很关注玉谷瑶何时播出,希望可以早日提上日程。 据悉,鹅场在网上分享了肖战的最新对脸拍,评价非常有感觉, 根本顶不住肖战的眼神纱,魅力无穷,一直都在闪闪发光,非常震撼,眼前一亮。 对于肖战来说,肖战不愧是一位充满魅力的优质偶像, 还是那句话,肖战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随随便便一拍都是精品, 这样的肖战,谁都挡不住。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纷纷表示知道了,还提出了疑问, 肖战何任民主演的新剧《玉谷瑶》什么时候可以播出? 这是所有小飞侠和观众们关注的重点。 肖战颜值高毋庸置疑,不用多说, 但是肖战更重要的是一位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观众们也都瞧手以待希望可以见到肖战的作品。 总之祝福肖战,魅力四射的优质偶像无庸置疑, 只是希望肖战主演的几部作品可以早点播出。 话又说过来,肖战的演艺事业一直都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能够登上海内外非常多舞台, 希望肖战继续保持,也继续努力,勇往直前, 不断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肖战未来可期,我实力派和正能量艺人, 一定可以所向披靡。 肖战射雕英雄传海报出炉 电影名是金庸亲笔,肖战自带侠气。 近日射雕英雄传电影版得到了官宣, 和之前爆料的内容保持一致, 肖战饰演电影里的郭靖, 随着剧组海报出炉,肖战已经确定有新电影了。 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名《射雕英雄传》还是金庸老师的亲笔, 再加上导演徐克, 实力派演员肖战坐镇, 这样的阵容非常期待。 据悉, 肖战和庄达菲主演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正式官宣, 官方还发布了电影宣传海报, 不得不说非常有江湖气, 再加上演员肖战本人自带侠气, 一身正气, 相信一定可以诠释好郭靖这个角色。 另外电影名是金庸亲笔, 本身都是一部经典制作, 再加上肖战、 徐克、 金庸老师、 庄达菲等, 这样的阵容和制作班底, 怎能不让人期待? 已经迫不及待想上映。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的态度都非常明确, 祝福肖战拍戏一切顺利, 希望早日顺利杀青上映, 太想去电影院支持肖战的新电影。 话又说过来, 肖战自带侠气, 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真诚, 特别是肖战清澈的眼神, 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 如今这件事情算是尘埃落定, 不用强调跟着官方走了, 已经得到了官宣, 期待就完事了。 总之祝福肖战, 进组拍戏要顺顺利利, 期待在电影院和肖战相约见面。 肖战是一位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一位优质偶像, 相信接下来的肖战, 演艺事业会更加顺利。 作为观众和粉丝, 可以等来肖战更多的好角色。 肖战未来可期, 不见不散。 庄达菲又街拍徐克电影《射雕英雄传》与肖战合作。 庄达菲身高, 170, 体重却只有90。 她身材修长, 身姿恩挪。 庄达菲因搭档王洛丹, 张义合作出演首部个人作品《老人院》而正式出道。 之后, 她搭档张新逸, 王立新, 谭维维, 李兰迪, 胡先旭, 曾黎, 黄胜池, 迪丽热巴, 高伟光, 姚晨, 常元等众多明星出演了不少影视剧, 颇受好评。 庄达菲颜值演技双再现, 不仅戏内演技受到认可, 她私下只爽开朗的形象, 也让她深受众多网友和粉丝喜欢, 也被受个大资源方的青睐。 如今, 庄达菲有白日梦我柳叶斋星辰双剧带播, 还接拍了电影版《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 不仅如此, 庄达菲又接拍了徐克电影《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与肖战合作, 资源真不错。 如此优质资源, 太让人羡慕了。 所念皆星河, 所爱如月色。 《白日梦我是》一部青春成长剧, 改编自七件同名小说, 由邓科指导, 庄达菲, 周毅然领衔主演。 此外, 上心欣喜地发现《白日梦我的》主演阵容里 还有陈鹤一, 范诗然, 鞭天阳, 廖银月, 王川, 刘洁一等。 青春不散场, 携手角逐时光。 在《白日梦我》剧中, 庄达菲饰演因父母离异而转学 来到新环境的高中女生林雨晶。 周毅然饰演林雨晶的同桌, 性格孤僻的审券。 纯色渐进, 爱意浓烈。 热烈而青涩的爱恋, 在浪漫氛围中慢慢发酵, 那白日梦的尽头, 你是我全部的渴望与幻想。 白日梦我讲述了, 林雨晶在大学重逢了高中时曾经的同桌沈娟, 却发现她一直沉浸在亲人离世的创伤中。 在林雨晶和同学们帮助下, 沈娟走出了阴霾重回人生赛场。 而林雨晶也在大学生活中 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白日梦我带播, 备受期待。 而庄达菲又街拍徐克电影 《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 与肖战合作, 也是引起网友和粉丝的极大关注。 庄达菲曾出演过不少影视剧, 凭借其对角色的精准把握 和自然倾心不失层次感的演技, 圈粉无数。 此次, 庄达菲与肖战合作徐克新电影《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 相信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火花。 在《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中, 肖战饰演郭靖, 庄达菲饰演黄荣。 徐克电影《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改编自《金庸原著》小说, 讲述了以郭敬畏代表的《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集结中原武林力量, 抗击蒙古大军力守襄阳的故事。 肖战庄达菲主演徐克版《射雕英雄传》。 肖战是一位很有天赋的演员, 多才多艺, 潜力无限。 唱歌时, 音乐与他融为了一体。 演戏时, 他对整个人物的理解和剖析也是相当透彻, 每次接到新剧新影片, 他都会事前做好功课。 徐克, 肖战联手, 大导演, 大IP, 大公司保驾护航, 实力派超一线主演的组合。 真的是一整个期待住了。 这是让人想立刻进电影院的节奏啊。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